偶然间的一次误打误撞 看似不可惜意的惊人发现 一颗竹子一叶十几斤的流水 这圆圆之水从何而来 又为何一到白日便难逆踪迹 各种猜测分支塌来 记者专家现场调查 事情最终该如何解释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之流水的竹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9年在广西贵港市的本地论坛上 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一个叫浪子的网友说 自己发现贵港竹子会出水 在竹壁上凿个孔 一个晚上能流出十几斤 随即此人贴出自己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为证 并声称此怪现象只发生在夜深人静时 白天若早则滴水没有 一时间就来网上议论纷纷 其实要说这个植物里面有水的事啊 咱也听说过 你比如说呢 有一种植物叫做旅人椒 看起来就像是孔雀开瓶的那个尾巴一样 它那个长长的叶饼啊 你摘下来钻一个小孔 里面呢 就能够流出清澈甘甜的水来 还有呢 在美洲森林里一种藤 叫水藤 你砍断之后呢 那里面呢 也能流出大量的水 这就是给呢 外出旅游探险的人呢 大自然提供的一种恩赐 但是要说这个竹子里面流水 这种事情好像真听的不多 没听说过谁在竹林里迷路了 看到颗竹子拿起来 光光光光光光 往里灌水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竹子节 它是相对密闭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里面怎么可能有水呢 而且是钻一个孔 这个水就能够源源不断的流出来 这事儿太奇怪了 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发达的年代 网上的一张照片 甚至一段视频 都可能被人为制造和改窜 这到底是华种取种的杜撰 还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 又一个未知之谜 我们赶往贵港 一探究竟 很快我们联系上了 发帖子的网友浪子 深处广西贵港 这个美丽的南方小城 活跃的浪子几乎每周 都几只旅游 在周边不断开发各种好吃好玩的 但意外的是浪子告诉我们 最初发现竹子流水的并不是他 而是他的朋友 一个叫邓天华的人 当时我不可能相信 因为毕竟我种了这么多年 邓天华广西伯白县 灵脚镇绿湖村人 邓天华说发现竹水纯属误打无状 自己原始广西贵港的公务员 后立即要给平级的家乡找一条出路 于是下海从家乡引进竹种 干起了竹子加工的买卖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却没想到到来周边眼红之人的偷强和破坏 三百亩竹林毁进一半 合伙人撤资 郁门之急的他 无奈地回到了家乡 下海的时候都去各个的反对 因为毕竟某些村里面 第一个大厅第一个科技干部 算是一个官 你下次不做了 毕竟在村里面就很轰动很大 这件事情 你又回来了 所有说 那好像感觉是个怪物一样 心又烦 今天待在家里面 然后白天人都又不好意思 玩家去来逗逗 也就是在这时 一个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朋友告诉他 听说在竹子上钻孔 可以积出水 外面有人拿来做饮料 竹子能出水 能做饮料 邓天华认定 这个想帮忙的朋友比自己还疯 作为从小在竹箱长大的孩子 竹子出水不是没见过 小时候当自己生病咳嗽时 长辈会碳烧竹子 接出毒水让自己喝下去 说是清凉解毒 但是那水是烤出来的 而且数量极少 因为当时 你确实很烦 反正讲什么我也想洗一下了 没事干了 那天也下雨 晚上停了 我又从家里面拿了铁铁铅小子 去洗一下 然后当小小的凿子 凿进竹笔的那一刻 令邓天华至今 仍感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我一试就像扭蛋手龙头一样 很多水 我把我吓了一跳 不会是雨水吗 不是雨水 那头去干了 一走开马上卸那个水去了 就很多水 我有点害怕 说这话的 邓天华说自己害怕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找的那颗竹子 恰巧很特别 他害怕是自己的举动触动了神灵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找到当地的老人 可怎么说老人都不相信 于是他再次壮胆 举起了枣子 可这一次 朱王滴水没出 我以为我没有着山 我又再走 也是没有 我又爬上面去走 也是没有 本期他们因为你很怪异的了 再加上你这样弄 你又说有水的 等一下又没有 东搞西搞的 他们在那里笑了 村民们的嘲笑把邓天华惹急了 选择和前晚差不多的时间 夜里邓天华又去了竹林 而这一夜 邓天华的心情逐渐放松并高涨 因为他又试了很多竹子 不只是竹王 他发现所有的竹子都流水 瘦了一夜 一颗普通粗细的竹子 竟然能接满十多克可乐瓶 也就是十几斤的水 消息敞开 整个小竹庄炸开了锅 邓天华顾不上这些 赶快就跑回实验基地 结果一试发现 他从家乡引种过来的这些竹子都能流水 包括一些新的竹子也都能流水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竹子流不流水 跟品种啊 没太大的关系 邓天华激动难耐又充满疑惑 他把竹子夜里流水的消息 告诉了见多识广的朋友浪子 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帖子 和随之的各种争论 在邓天华的家乡 家乡人的态度和网络上的众多质疑 显然相反 一颗普通成年竹子质量为二十多千颗 也就是四十斤上下 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说 就意味着一颗竹子在一个晚上 可以流掉等同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重量 这真的可能吗 热心的村民被我们劈开了一颗竹子 里面干干净净看不到半点水的痕迹 其实竹枪中空密闭 倒是能装水 但显然按照邓天华所说 这水不是从竹枪内一段段取出 而是随便在竹壁上凿个孔 就能源源不断的滴下 这么多的水从哪里来呢 白天他们又躲到哪里去了呢 村民们告诉我们 亲眼目睹竹子流水后 他们因为好奇 也曾经尝试过 在周边其他的植物身上凿凤 还特意跑到甘蔗地 想着甘蔗嚼起来水分多 应该也能流水 但事实是除了竹子 其他植物白天晚上 怎么早都滴水不出 出发之前 我们曾就此事 咨询国家林业局 竹子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 吴良如 他告诉我们 自己研究竹子近20年 还没见过竹子 出这么多水的情况 抱着极大的兴趣 他也从杭州赶到了桂嘎 组这个还是组那个 组那个先组一下 然后再组这个 完全没有 对 就是现在白天的话 完全没有 这个是两年生的 这个是今年新主的 我们再组一下 完全没有 我们最近看了 对 完全没有 来到现场 然后 吴良如首先考察了品种 他说 这种竹子叫小叶龙竹 在中国属于极为常见的竹种 竹子出这么多水 首先排除了和品种有关 夜晚来临 不管我们抱有多少对原因的猜测 当务之急 是先亲眼见到竹子出水再说 说实话 在来广西的这一天里 我们听了太多人 关于竹子如何出水的 各种绘声绘色的描述 在我们几乎都要相信 出水却有其事时 铁一样的事实却在眼前 这已经穿透了是吧 这样打穿透 打成里面那个洞吗 嗯 都粉出来了 现在就这样了 如果没有 再打一个 你再给我旁边这个角 你再打一个 就几乎一点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嗯 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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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壁里一滴水都没有 更别说能滴出几斤 十几斤 面对这样的情况 邓天华却显得很镇定 给白天就这个样子 白天 干的 没有血球 以后风水就这个样子 一滴都没有 他告诉专家 这正是他的又一个疑问 他发现一有风 竹子就不出水 我们迅速地回忆起 傍晚时候确实刮过风 但并不是什么大风 难道这竹子 这般敏感有灵性 害怕被惊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 竹子确实充满神奇 它是世界上 生长最快的植物 四十到六十天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生长 在生长期 它一天能长高两米多 而关于竹子出水 我们翻阅相关资料 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上 找到过这样一段文字记载 五月五日五十有雨 极发竹竿 中必有神水 力取为药 询问中医专家 给我们的回答是 竹水清热解毒 可治病入药 所以为之神水 书中特指 其为五月五 中医认为 此时正值雨水充沛之际 特别是南方 如果是五十 再有雨 极发竹竿 比较容易有水出 我们到广西 是新历八月的 一个艳阳天 我们极发竹竿 也按照邓天华的方法 早孔 都没有看到 任何水的踪影 但是如果竹子 确实会出水 书中的记载 是不是可以 给我们这样的暗示 它的出水 和外界气候有关 有风的天气 就没水出 是不是就是又一个证明 吴良儒 对当地气象站的专家 发出了邀请 希望通过精确的气象仪器 对竹林环境 进行有效的监测 这天的傍晚 四周一点分都没有 如果是时确如 我们采访过的人所说 那么今夜 我们将能看到竹子出水 今天气氛其实不算高了 但是我们感觉到 还是很难受 为什么男生 因为十度大 那对于我们 我们这次实验来说 气氧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相对速度是很重要的 相对速度 相对速度 它这是多久 多久取一次 还就随时 一分钟 一分钟 更新设内数据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精确的实时监控 很重要 如果竹子真的出水 一气就可以记录下 那个瞬间 外界环境参数的变化 从而对出水原因 进行辨析 夜晚来临 浪子带着网上组织的 一帮好奇的旅友 也来到现场 一切只等着出水 那刻的到来 9点10分 测风标开始转动 风又来了 这个时候数据显示 在气温 气压等指数 基本没变的情况下 竹林里的空气湿度 在入液上升后 因为风加速了水分蒸发 而有了明显的下降 终于又经过了 两个小时的等待 我们看见 当仪器上的空气湿度 超过80%的时候 竹壁上的枣口 慢慢地流出了 第一滴竹水 比的比较慢 新鲜 什么味道 很清甜 凉凉的 对啊 地下水吸上来 然后在这里慢慢的 那如果是地下水 竹子有打罐了 就没有关系 打一腰 那是从我打罐了 是从这个 它的水不是 这样子就证明 它不是那边竹童的 那边的水 是外面的 是这个 这个壁的那边的水 这些都不流 它实际上来 都比较难解释 还是竹子 告诉我吧 我们总算是看到了 竹子流水的情况 那么吴先生呢 根据现场的情况 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 那么此地 正好是处在我们国家 最南端的位置 也就是说呢 雨量非常的充沛 空气湿度相当大 土壤当中含有的水 也很大 所以呢 自然这个竹子 它里面就会有水了 虽然是这么分析啊 但是第一点 您看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去分析的话 那别的植物 是不是也能够富含水分呢 可别的植物 就没有动不动的流水 再有一点呢 你像老邓 还要当这个村民 那个意思啊 这水哗哗流的 那简直就像是水龙头 你没关好一样 一手十几斤不成问题 可是我们眼前看到的 您别说十几斤了 估计接这么一满杯啊 都挺困难的 夜渐渐深了 微观的旅友新鲜劲一过 逐渐散去 而我们还在继续等待 出水的这个事实 已经可以证实 但是我们必须等到更多 夜里一点 竹林里迷惨着的 全部都是水汽 我们整个人仿佛浸泡在 湿漉漉的水中 我们选取了新的竹子 开始重新捣孔测试 一钻下去 空顿的睡意顿时全无 这一次的流水速度明显加快 我们拿出准备好的 凉杯凉桶 以十五分钟的一个单位 开始计量流水量 覆盘今天接下来 二针 显龙 三针 四针 应该游戏 将来我们转换 在自己的抿尖 院内 公布 fury 在法 它都刚好在140和120之间 130毫升 还有增加一点点基本质品 反复三次实验 我们发现竹子滴水的速度基本不变 每颗竹子的流量竟然达到每15分钟130毫升左右 那么一个小时大概是500毫升 根据那天晚上这样的一种气候环境调节下 就是说流速还是挺快的 假如说流个晚上的话 从6点半开始到早晨6点半 12个小时的话 也就是说可以流出十多斤水 现在事实我们看到了 专家认为只要气候条件允许 按照我们观测到的水流量 一个晚上十多斤的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那么为什么同样气候条件下 其他的植物就没有出现如此现象呢 竹子本身是不是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专家告诉我们 竹子的繁殖很特别 除去大约60年一次开花结果 结而死亡的有性繁殖 平常的时候 竹子的生长过程是一个无性繁殖的营养生长 也许解开谜团的关键就在于是 它都是通过下面的边和根的话呢 是连牢的 一颗竹子的根部的话 它生了三对到四对的芽 然后这个三对四对的芽 就是会发出可能三到四颗的新竹子 所以我们真正看到的 一重一大重这个竹子的话 即使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 这庞大发达的地下编根系统 像一个巨大的蓄水石 不断地从土壤中吸收植物需要的水分和矿物质 输送到整个家族需要的地方 这个时候假如有一个地方 割开了山口 它流出来的话呢 其他的就是说跟上卸下来的水的话 都会往这个山口这个地方集中会流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就是会产生大量的那个柱子 也就是说一颗竹子流出的水 并不只是它自己的 它的背后是整个竹子家族的供给 这正是它和其他植物不同之处 那么之所以白天我们看不到流水 专家解释是 因为白天竹子要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会消耗大量的水分 所以只能等到夜深人静 植物的这些活动缓和 加上空气湿度的增加 它才会流出水来 其实到了北京啊 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啊 农业部已经有部门的专门开始进行竹子活体取水的这种实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个水啊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我们说哎 它从地上吸出来的水存在这里了 感觉概念上是不一样在哪呢 这个水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生理盐水 那个意思是呢 就是它里面啊 富含有矿物质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因此说呢 它是一种小分子的水 对人体呢应该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因此说邓天华这次的误打误撞啊 其实它也是有根有据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饺子穿上彩衣 鲤鱼充满果香 山珍海味一国贵 豆腐如丝滋味足 大年三十二除夕夜 走进科学带您尝遍四方美食 一起探寻团年份背后的健康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